第五十六回 无用使十千道甲 汤龙传徐宁上山 诗曰 燕陵铠甲仁兮剑 寝室高悬畏意图 银叶便是掏摸手 前行不畏虎狼图 河青斗落三更后 竹灭灯蚕半夜出 神物窃来如十戒 前身指孔 是前驢 话说当时汤龙对众头领说道 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 先父因此一赏 遭继老虫精略相供 做得延安之寨 先朝曾用这连环夹马取胜 雨破阵时 需用勾连枪可破 汤龙祖传已有画样在此 若要打造便可下手 汤龙虽是会打 却不会使 若要会使的人 只除非是我那个孤舅哥哥 他在东京现做金枪班教师 这锅连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 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 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 端地使动神出鬼没 说言未了 林冲问道 莫不是现做金枪班教师徐宁 汤龙应道 正是此人 林冲道 你不说起我也忘了 这徐宁的金枪法 勾连枪法 端地是天下独步 在经诗时 多与我相会 较量武艺 彼此相敬相爱 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 汤龙道 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 世上无对 乃是镇家之宝 汤龙彼时曾随先父之寨 往东京试探姑姑时 多曾建来 是一副燕灵弃旧圈金甲 这一副甲 披在身上 又轻又稳 刀剑剑矢 极不能透 人都换作赛唐泥 多有贵公子要求一件 造次不肯与人看 这副甲是他的性命 用一个皮匣子盛着 直挂在卧房中凉上 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 不由他不到这里 无用到 若是如此 河南之游 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 今次却用着古上枣石签 去走一走 石签随即应道 只怕无有此一物在比 若端地有时 好歹定要取了来 汤龙道 你若到的甲来 我便包转他上山 宋江问道 你如何去转他上山 汤龙去宋江耳边 滴滴说了数句 宋江孝道 此祭大庙 吴学就道 再用的三个人 同上东京走一走 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 并泡内用的药材 两个去取林统领家老小 旁起见了 便起身禀宋江道 若得一人到影州 取得小弟家眷上山 失败成全之德 宋江便到 团恋放心 便请二位修书 小可自教人去 便换杨林 可将金银书信 带领半党 前往影州取 彭启将军老小 虚勇办作 使枪棒卖药的 往东京取 林统领老小 李云办作客商 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 岳和随汤龙同行 又帮薛勇往来作伴 以免先送十千下山去了 此后且叫汤龙 打起一把勾连枪作样 却叫雷衡提调监督 原来雷衡祖上 也是打铁出身 大寨做个送路沿袭 当下杨林薛勇 李云月河汤龙 此别下山去了 此日又送带宗下山 往来探听事情 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十千离了梁山坡 身边藏了暗器 诸般行透 在路一里来到东京 投个客店安下了 此日学进城来 询问金枪班教士徐宁家 有人指点道 入的班门里 靠东第五家黑饺子门便是 十千转入班门里 先看了前门 伺候徐来向了后门 见是一带高墙 墙里望进两间小巧楼屋 侧手却是一根呛柱 十千看了一回 又去街坊问道 徐教士在家里吗 人应道 赶在那里随之未归 十千又问道 不知几时归 人应道 直到晚方归来 五更便去那里随班 十千叫了相扰 且回客店里来 去了行头 藏在身边 吩咐殿小二道 我今夜多敢是不归 照管房中 小二道 但放心自去干事 并不差吃 再说十千入到城里 买了些晚饭吃了 却学到金枪班徐宁家 左右看时 没一个好安身去处 看看天色黑了 十千撑入班门里面 是夜寒冬天色 却无月光 十千看见土地庙后 一株大摆树 便把两只腿夹定 一节节八江 上去树头顶 起码坐在枝壳上 悄悄望时 只见徐宁归来 往家里去了 又见班里两个人 提着灯笼 出来关门 把一把锁锁了 各自归家去了 早听得 桥楼禁锢 却转出更 淡见 叫运财闻三怒 终生早转出更 云寒星斗无光 露散霜花见白 这时千剑班里 静悄悄的 却从树上溜江下来 学到徐宁后门边 从墙上下来 不费半点气力 扒江过去 看里面时 却是个小小院子 十千伏在厨房外张时 见厨房下灯明 两个丫鬟 物质收拾未了 十千却从枪柱上 盘到伯峰板边 扶坐一块 张那楼上时 见那金枪手 徐宁和娘子 正对坐炉边向火 怀里抱着一个 六七岁孩儿 十千看那卧房里时 见梁上 果然有个大皮匣 拴在上面 卧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 一口腰刀 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 徐宁口里叫道 梅相 你来与我折了衣服 下面一个丫鬟上来 就侧手春台上 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 又折一领 官绿衬里凹子 并下面五色花袖 踢串 一个护像彩色锦帕 一条红绿截子 并手帕一包 另用一个小黄帕 包着一条双塔尾 荔枝金带 也放在包袱内 把来安在轰隆上 十千都看在眼里 约至二更以后 徐宁收拾上床 娘子问道 明日随旨也步 徐宁道 明日正是天子驾兴龙复宫 需用凿起五更去伺候 娘子听了 便吩咐梅香道 官任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 你们四更起来烧汤 安排点心 十千自存道 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 便是成甲子里面 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 倘若闹僵起来 明日出不得城 却不误了大事 其挨到五更里 下手不迟 听得徐宁夫妻两口 上床睡了 两个丫鬟在房门外打扑 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 那五个人都睡着了 两个梅香一日服侍到晚 精神困倦一接睡了 十千溜下来 去身边取个炉管 就窗帘眼里只一吹 把那碗灯早吹灭了 看看福道四更左侧 徐宁觉来 便换丫鬟 起来烧汤 那两个使女 从睡梦里起来 看房里没了灯 叫道 哎呀 今夜却没了灯 徐宁道 你不去后面讨灯 等几时 那个梅香开楼门 下壶梯响 十千听得 却从柱上 只一溜 来到后门边 黑影里浮了 听得丫鬟 正开后门出来 便去开墙门 十千却潜入厨房里 贴身在厨桌下 梅香讨了灯火 入来看时 又去关门 却来造钱烧火 这个女使 也起来生炭火 上楼去 多食汤滚 捧面汤上去 徐宁洗漱了 叫烫些热酒上来 丫鬟安排肉食炊饼上去 徐宁吃罢 叫把饭与外面当直地吃 十千听得徐宁下楼 叫半档吃了饭 背着包袱 拖了金枪出门 两个梅香点着灯 送徐宁出去 十千却从厨桌下出来 便上楼去 从格子边直穴到梁上 却把身躯服了 两个丫鬟又关闭了门户 吹灭了灯火 上楼来 脱了衣裳 到头便睡 十千听得那两个梅香睡着了 在梁上 把那炉管 指灯一吹 那灯又灶灭了 十千却从梁上 轻轻解了皮霞 正要下来 徐宁的娘子觉来 听得响 叫梅香道 梁上什么响 十千坐老鼠叫 丫鬟道 娘子不听得 是老鼠叫 因撕打 这般响 十千就便学老鼠撕打 溜江下来 悄悄地开了楼门 款款地背着皮霞 吓得胡梯 从里面直开到外门 来到班门口 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 四更便开了锁 十千得了皮霞 从人队里 趁闹出去了 有失为证 勾到鸡鸣出在旗 十千妙数更多旗 燕灵金甲 勤寻得 勾引徐宁 大解威 其说十千 奔出城外 到客店门前 此时天色未小 敲开店门 去房里取出行李 栓树做一袋挑了 计算还了房钱 出离店寺 头东便走 行到四十里外 方才去食店里 打伙做些饭吃 只见一个人 也壮将入来 食前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神行太保 带宗 见食前已得了物 两个暗暗 说了几句话 带宗道 我先将夹 投身债去 你与汤龙 慢慢地来 食前打开皮霞 取出那副燕灵 锁子甲来 做一包袱包了 带宗拴在身上 出了店门 做起神行法 自投梁山坡去了 食前却把空皮匣子 明明地拴在担子上 吃了饭时 还了打火钱 挑上袋 出店门便走 到二十里路上 撞见汤龙 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 汤龙道 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 但过路上酒店 饭店客店 门上若进有白粉圈 你便可就在那店里 买酒买肉吃 客店之中 旧便安邪 特地把这皮匣子 放在他眼顶头 离此间一城外等我 食前医迹去了 汤龙慢慢地 吃了一回酒 却投东京城里来 且说徐宁家里 天明两个丫鬟起来 只见楼门也开了 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 慌忙家里看时 一英物件都有 两个丫鬟上楼来 对娘子说道 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 却不曾失了物件 娘子便道 虎更里听得梁上响 你说是老鼠撕打 你且看那皮匣子 没什么事 两个丫鬟看了 只叫得苦 啊 皮匣子不知哪里去了 那娘子听了 慌忙起来道 快 让人去龙浮宫宫里 报与官人知道 叫他早来跟寻 丫鬟急急寻人 去龙浮宫 报徐宁 连连殃了三屉人 都回来说道 金枪班只隋家内院去了 外面都是亲军护育手把 谁人能够入去 徐宁妻子 并两个丫鬟 如热傲子上蚂蚁 走投无路 不查不犯 慌作异团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 方才卸了一泡福色 着当直的背了 将着金枪 静回家来 到的班门口 林舍说道 娘子在家失道 等候的观察不见回来 徐宁吃了一惊 慌忙奔到家里 两个丫鬟迎门道 官人武庚出去 却被贼人闪将入来 单单只把梁上 那个皮匣子 倒将去了 徐宁听罢 只叫那连声的苦 从丹田底下 只滚出口角来 娘子道 这贼 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 徐宁道 别的都不打紧 这副燕灵甲 乃是祖宗流传四代之宝 不曾有失 华尔王太尉 曾还我三万贯钱 我不曾舍得卖于他 恐怕九后军前阵后要用 生怕有些插齿 因此拴在梁上 多少人要看我的 只推没了 今次声张起来 王惹他人耻笑 今却失去 如之奈何 徐宁一夜睡不着 思量道 不知是什么人到了去 也是曾知我这副假的人 娘子想道 赶是夜来灭了灯时 那贼已躲在家里了 必然是有人爱你的 将钱问你买不得 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 到了去 你可央人慢慢激访出来 别做商议 且不要打草惊蛇 徐宁听了 到天明起来 在家里纳闷 怎见得徐宁纳闷 正是 凤落荒坡 尽脱浑浑身羽翼 龙居潜水 时却旱下明珠 蜀王春恨提红 宋玉悲秋远绿 旅前王索佩之刀 雷幻师封城之剑 好似蛟龙缺云雨 犹如舟集 少波涛 其谋勾引来山寨 大战秦王 铁马蹄 当日金枪手徐宁 正在家中纳闷 早饭时分 只听得有人叩门 当直的出来问了姓名 入区报道 有个延安府汤之寨儿子 汤龙特来拜望哥哥 徐宁听罢 叫请汤龙 尽客位里相见 汤龙见了徐宁 那头拜下 说道 哥哥一向安乐 徐宁答道 闻之舅舅归天去了 一者观身羁绊 二乃路途遥远 不能前来调问 并不知兄弟信息 一向正在何处 今次自和而来 汤龙道 言之不尽 自从父亲亡顾之后 石怪命捡 一向流落江湖 今从山东 进来京师 探望兄长 徐宁道 兄弟少做 便叫安排九十相待 汤龙取包袱内 取出两定蒜条金 重二十两 宋与徐宁说道 先赴临终之日 留下这些东西 叫寄予哥哥做遗念 未因无心腹之人 不曾烧来 今次兄弟 特地的京师 纳还哥哥 徐宁道 赶成舅舅如此挂念 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之心 怎得报答 汤龙道 哥哥羞嫩地说 先赴在日之时 只是想念哥哥 这一身武艺 只恨山摇水远 不能够相见一面 因此留这些物 与哥哥做遗念 徐宁谢了汤龙 交收过了 且安排九来管代 汤龙和徐宁饮酒中间 见徐宁眉头不斩 面带幽容 汤龙起身道 哥哥如何尊严 有些不喜 心中必有 忧疑不绝之事 徐宁叹口气道 兄弟不知 一言难尽 也来家间备道 汤龙道 不知失去了何物 徐宁道 单单只盗去了 先祖留下 那副燕灵锁子甲 又换作赛唐泥 昨夜失了这件东西 以此心下不乐 汤龙道 哥哥那副甲 兄弟也曾建来 端地无比 先父常常称赞不尽 却是放在何处来 被盗了去 徐宁道 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 拴付在卧房中凉上 正不知贼人 什么时候入来盗了去 汤龙问道 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 徐宁道 我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 里面又用香棉裹住 汤龙假意湿精道 红羊皮匣子 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 绿云头如意 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 徐宁道 兄弟 你哪里见来 汤龙道 小弟夜来 离城四十里 在一个村店里 孤些酒吃 见个鲜眼将 黑瘦汉子 袋上挑着 我见了 心中也自暗寸道 这个皮匣子 却是成什么东西的 临出门时 我问道 你这皮匣子做何用 那汉子应道 原是成假的 如今胡乱放些衣服 必是这个人了 我见纳斯 却是闪那了腿的 一步步挨着了走 何不我们追赶他去 徐宁道 若是赶得着时 却不是天赐其变 汤龙道 既如此 不要耽搁 便赶去吧 徐宁听了 积极换了马鞋 带了腰刀 提条泼刀 便和汤龙两个 出了东锅门 夜开脚步 一里赶来 前面见有白圈 闭上酒店里 汤龙道 主人家 借问一问 曾有个鲜眼黑兽汉子 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吗 店主人道 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 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 一次腿上吃跌了的 一步一颠走 汤龙道 哥哥你听 却如何 徐宁听了 作声不得 有诗为证 汤龙诡计 赚徐宁 便把黄金表至情 又印同归中意债 共施威武 破雄兵 且说两个人 连忙还了酒钱 出门便去 前面又建一个客店 壁上有那白圈 汤龙立住了脚 说道 哥哥 兄弟走不动了 和哥哥 且就这客店里歇了 明日早去赶 徐宁道 我却是官身 汤祸点名不到 官司必然见责 如之奈何 汤龙道 这个不用兄长忧心 扫扫 闭字推个事故 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 店小二答道 昨夜有一个 新眼黑兽汉子 在我店里歇了一夜 直睡到今日小日中 方才去了 口里只问山东路程 汤龙道 嫩得可以赶了 明日起个四更 定是赶着 拿住那丝 便有下落 当夜两个歇了 次日起个四更 离了客店 两个又一里赶来 汤龙但见 壁上有白粉圈 便做买酒买食 吃了问路 处处皆说的一般 徐宁心中 急切要那副甲 只顾跟随着汤龙赶了去 看看天色又晚了 望见前面一座古庙 庙前树下 石签放着袋 在那里坐地 汤龙看了叫道 好了 前面树下那个 不是哥哥成甲的匣子 徐宁见了 抢上前来 一把揪住石签 贺道 你这死好大胆 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 石签道 诶 住住 不要叫 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 你如今确实要怎的 徐宁喝道 畜生无礼 倒问我要怎的 石签道 你且看匣子里 有甲也无 汤龙便把匣子打开看时 里面却是空的 徐宁道 你这死 把我这副甲拿里去了 石签道 你听我说 小人姓张 排行第一 泰安州人士 本周有个财主 要结识老虫经略相公 知道你家有这副 燕灵锁子甲 不肯豁卖 特地使我 同一个李三两人 来你家偷盗 徐亚们一万贯 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 跌下来 闪那了腿 因此走不动 先叫李三把甲拿了去 只留着空侠在此 你若要奈何我时 我到官司 只是拼着命 就打死我也不招 休想我指出别人来 若还肯饶我官司时 我和你去讨这副甲还你 不知遵义如何 徐宁愁愁了半赏 决断不下 汤龙便道 哥哥不怕他飞了去 只和他去讨甲 若无甲时 许有本处官司告礼 徐宁道 兄弟说的也是 三个司赶着 右头客店里来歇了 徐宁汤龙 兼住石牵一处速歇 原来石牵 顾把些捐驳 扎覆了腿 只坐闪那了脚 徐宁见他又走不动 因此十分钟 只有五分防他 三个又歇了一夜 次日早起来再行 石牵一路 买酒买肉陪告 又行了一日 次日 徐宁在路上心交起来 不知毕竟有假也无 有失为证 宝凯玄良夜一头 满江空峡做原油 徐宁不解牢笼记 相衬相随 到水头 三人正走之间 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 拽出一辆空车子 背后一个人驾车 旁边一个客人 看着汤龙 那头变败 汤龙问道 兄弟因何到此 那人答道 郑州做了买卖 要回泰安州去 汤龙道 最好 我三个要搭车子 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走 那人道 莫说三个搭车 再多些也不计较 汤龙大喜 叫与徐宁相见 徐宁问道 此人是谁 汤龙答道 我去年在汤州烧香 结识的这个兄弟 姓李明荣 是个有义气的人 徐宁道 既然如此 这张一又走不动 都上车子坐地 只叫车客驾车了行 四个人坐在车子上 徐宁问石谦道 你且说与我 那个财主姓名 石谦痴逼不过 三回五次推脱 只得胡乱说道 他是个有名的郭大官人 李荣答道 我那本周郭大官人 是个上户财主 专好结识官宦来往 门下养着多少闲人 徐宁听罢 心中想道 既有做主 必不碍事 又见李荣 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 唱几个曲儿 不觉得又过了一日 话羞续凡 看看到梁山坡 只有两成多路 只见李荣叫车客 把葫芦去 沽些酒来 买些肉来 就车子上吃三杯 李荣拔出一个瓢来 先轻一瓢来劝徐宁 徐宁一饮而尽 李荣再叫轻酒 车客假作手托 把这一葫芦酒 都轻翻在车下 李荣喝骂车客 再去姑息 只见徐宁口角流弦 扑地倒在车子上了 李荣是谁 却是铁轿子月合 三个从车上跳江下来 赶着车子 直送到汉地忽律 朱贵酒店里 众人就把徐宁 扛扶下船 都到金沙滩上岸 宋江已有人报之 和众头领下山接着 徐宁此时麻药已行 众人又用解药解了 徐宁开眼见了众人 吃了一惊便问汤龙道 兄弟 你如何转我来到这里 汤龙道 哥哥听我说 小弟今次闻之宋公明 召结四方豪杰 因此上 在武冈镇 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 投托大债入伙 今被忽颜卓 用连环甲马冲阵 无计可破 是小弟献死勾连枪法 知初是哥哥会使 因此定这条计 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 去叫小弟转哥哥上路 后时月和甲做李荣 过山时下了蒙汗药 请哥哥上山来 做把交椅 徐宁道 都是兄弟送了我也 宋江直背向前陪告道 现今宋江暂居水泊 专带朝廷朝安 尽忠竭力报国 非敢贪财好杀 行不仁不义之事 万万观察连此真情 一同替天行道 林冲也来 把斩陪化道 小弟亦在此见 多说兄长清德 休要推却 徐宁道 唐龙兄弟 你去转我到此 家中妻子 必被官司擒作 如之奈何 宋江道 这个不妨 观察放心 只在小可身上 早晚便取宝卷 到此玩具 有诗为证 勾连枪法 古今夕 解破连环铁马蹄 不是徐宁 诗妙手 梁山怎得 解重为 朝盖无用公孙圣 都来与徐宁陪化 安排言习座庆 一面玄简 精壮小楼楼 学使勾连枪法 一面使戴宗和汤龙 行夜往东京 搬取徐宁老小 化修樊续 寻日之间 杨林自影州 取到旁启老小 徐永自东京 取到陵镇老小 李云收买到 五车烟火药料回债 更过数日 代宗汤龙 去到徐宁老小上山 徐宁见了妻子到来 吃了一惊 问是如何 便得到这里 妻子答道 自你转备 官司点名不到 我使了些金银首饰 只推到患病在床 因此不来叫唤 忽见汤叔叔 记着燕灵甲来说道 甲 便夺得来了 哥哥只是鱼路染病 将刺死在客店里 叫嫂嫂和孩儿 便来看事 把我转上车子 我又不知路径 以礼来到这里 徐宁道 兄弟 好去好了 只可惜将我这副甲 陷在家里了 汤龙笑道 我叫哥哥欢喜 打发嫂嫂上车之后 我便腹翻身去 转了这甲 诱了这两个丫鬟 收拾了家中应有戏软 做一袋挑在这里 徐宁道 嫩地时 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 汤龙道 我又叫哥哥 再知一件事来 在半路上撞进一伙客人 我把哥哥的燕铃甲穿了 擦化了脸 说哥哥名姓 结了那伙客人的财物 这早晚 东京已自变形文书 捉拿哥哥 徐宁道 兄弟 你也害得我不浅 朝盖宋江 都来陪话道 若不是如此 观察如何 可肯在这里住 随即拨定房屋 与徐宁安顿老小 众头领且商议 破连环马军之法 此时雷恒兼造勾连枪 都已完备 宋江无用等 其请徐宁 缴重军舰 学使勾连枪法 徐宁道 小弟尽当尽情剖路 训练众军头目 拣选身材长壮之事 众头领都在剧义厅上 看徐宁选军 说那个勾连枪法 不争山寨之人 学了这件武艺 又分教 三千甲马 斗使脑裂提崩 一个英雄 剑后魂飞魄丧 正是窜舵天罡 来聚会 招摇地煞 共相逢 毕竟金枪徐宁 怎得敷衍 勾连枪法 且听下回分解 来聚会 是最后一剧的 只剧的